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脸 这两期聊中华文明 差不点没把我勒死 这期放松放松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南朝县那个总统夫人的老公 竟然不举兵中支撑起来了 只不过下边的海绵体还是温润如水 脸上的口轮炸鸡却硬了起来 满嘴跑火车说什么 韩国将通国际社会一道 坚决反对,依靠武力改变现状 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 而是像朝鲜问题一样 是个全球性问题 说实话,现在敢在台海问题上 选边站队瞎逼逼的国家必然会背对 所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这样说道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他人比比 近年来台海局势的紧张根本原因 是岛内台独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之下 搞分裂活动 台独情境与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要维护台海局势和地区和平安宁 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反对外部干涉 朝鲜和韩国都是已经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 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性质 精卫全然不同 根本不具可比性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希望棒坊切实遵守 中棒建交联合公报精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不知道是被骂了生气 还是点了南朝鲜的基点 而恼羞成怒 南朝鲜竟然召见了中国驻邦大使抗议 本来南朝鲜车在中国已经快瘪犊子了 快要玩犊子了 南朝鲜那个总统夫人的老公上了以后 这下看来是要直接滚犊子了 不过话说回来 溢滴了八百年的老色皮 最近终于天降蓝色小药丸 不仅像隔壁的巨龙咧嘴 还冲着北边的北极熊刺牙 在同一次采访中 南朝鲜那个总统夫人的老公 首度松口 称如果乌克兰出现针对平民的大规模袭击 韩国将不再止步于人道主义援助 或直接向屋提供武器 该言论引发俄老毛子的强烈反应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对棒方不友好立场感到遗憾 同时警告称 军援即意味着卷入冲突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威胁的比较赤裸裸 如果在朝鲜出现俄罗斯的最新武器 棒民众会说什么 老铁们 大棒民国基本上就算银河系的第一强国了 有些人总说它是宇宙第一强国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 咱们实事求是即可 没有必要因为妒忌大棒民国 就故意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讽刺它 大棒民国固然强大 但是还真没强到宇宙第一的程度 毕竟宇宙很大 像银河系这么大的星系 至少有一千亿个以上 这还是可观测宇宙的范围 这么多的星系 我们人类很明显并没有一一了解 其中绝大多数我们都是陌生的 所以怎么能武端的认为 大棒民国已超越了他们呢 所以我认为大棒民国虽然很强大 但也就是银河系最强的级别 不是没有到宇宙最强的层次 而是我们没有证据 证明大棒民国是宇宙最强而已 唯物主义者就是这么严谨 那么既然棒子这么强悍 长脸就还是老节奏 先聊历史 老铁们就准备好小板凳 小西棒 听长脸讲讲大棒国 曾经的那些强悍往事 比如大棒国自认的祖宗高高利 曾经就干瞎了唐太宗的一只眼睛 你们还别不信 我可是有证据的 文献资料里甚至都有图片 唐太宗不仅被设瞎了一只眼睛 还把唐朝的一半江土 戈然给了大棒国自认的祖宗高高利 设下了唐太宗一只眼睛的 947年之后 发生了大棒国历史上 鼎鼎有名的人臣窝乱 大棒国的无敌铁军 在半岛上悍然入侵了窝国 毅然决然的从釜山 向鸭绿江畔凶残进攻 这长达千里的转建式进攻 仅仅14天的时间 棒军就从半岛南端的釜山 进攻到了半岛中间的王晶 也就是今天的汉城 把封臣秀吉惊得目瞪口呆 百思不得其借鉴 作为全称有名朝鲜国的大棒国 如此惨绝人寰的压霸了封臣秀吉之后 在鸭绿江畔突然想到 自己是大明朝的藩属国呀 热烈邀请爸爸的大军到汉城旅游 携刀带枪不用签证的那种旅游 大明军旅游团把倭寇赶下了海 气死了封臣秀吉 棒子国觉得自己又行了 在棒子距离李顺臣都能陆地行归船 一炮干死小溪行长 两炮干死家藤清正 归船也被吹成了奸兴箭 几十年后 黄太极也被棒子军在朝鲜半岛上来了一次返乡进攻 满清辫子兵被从鸭绿江畔一路碾压至汉城 最后李宗大帝本着精准扶贫的国际主义精神 被动赞助了五十万棒性给满清做奴隶 明朝爸爸混成了清朝爸爸的二百五十七年之后 封臣秀吉的后代卷土重来 这次棒子国甚至都没有了风风火火转进千里的机会 整体沦为了背景板 唯一的台词就是望着叶志超的屁股泪流满面 爸爸去哪了 这次的棒子国对于倭寇的扶贫比较彻底 当年对满清也就是赞助了五十万人而已 甲午之后基本就是三千里赫山整体献祭 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 一个美军参谋随意的选了一条尾线 虽然小日子被赶走了 但是从此棒子国也被一分为二 南边的那一部分单独建国 国号大棒民国 如果把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 比作《笑江湖》这一类搞笑综艺节目 那么大棒民国与三哥之国 基本上就相当于郭德纲和于切尔的组合 那是无敌的存在 特别是朝鲜战争和1962年的中印战争 大棒民国和三哥就是孝星界的一时余量 卧荣奉处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嘴上从来没输过 战场上从来就没赢过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棒子 三哥的笑料咱们以后再说 要说南炮菜军战斗力弱 但是人家击毙了美军指挥官的军衔 却远远高于我志愿军的 当时正值第三次战役 炮菜军正在施展自己的祖传手艺 逆向进攻 从三八线向汉城方向发起了猛烈攻势 攻势极其迅猛 迅猛到已经把进攻对象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我志愿军为了让棒子军可以顺利对自己发起进攻 在棒子军身后紧追不舍 来自德克萨斯的沃克其实也是好意 试图拖慢棒子军的进攻速度 毕竟攻势过于迅速了 再迅速个几十公里 志愿军就挟刀带枪 不拿护照进汉城旅游了 说是迟那是快 英勇的大棒民国第二军团运输棒 朴庆来 看到一个白种胖子的吉普车拦在了路中间 为了逃命 不对是为了迅猛的发起攻势 毅然决然的驾驶着大卡车撞了上去 结果从诺曼底一路杀到奥地利的沃克中将 眼珠子都被怼出来了 炮菜军就此完成了朝鲜战争中的最高绝杀 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 哈里斯沃克中将 继任沃克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七伟 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第二是在中国人的攻势面前首当其冲 遭受重大损失 这全是由于大棒民国第八师仓皇撤退所导致的 当中国军队出现在大棒民国军队真地上时 许多炮菜兵头也不回的飞快的逃命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李七伟甩锅 其实还真不是 老铁们应该都学过谁是最可爱的人 这篇课文里面讲的就是万岁军第38军 万岁军曾经干过一件前无古人 后边可能还有来者的事 在四个小时内消灭了大棒民国第七师 老铁们一个十一万人 你就想象一下 一万头猪四个小时也抓不完呢 所以志愿军指战员当时普遍的看法是 棒子伪军的战斗力还不如国民党的杂牌部队 四个小时消灭一万人 你或许觉得很夸张 其实还有更夸张 夸张的都不像真事了 第三次战役 我志愿军第116师强度临金江 棒子军第一师布置的沿江防线 仅仅11分钟就被突破了 隔着一条江 11分钟阵地就能被突破 咱们说实话 我觉得应该志愿军还没登岸呢 棒子冰就直接溃散了 毕竟那是一条江 志愿军全员菲尔普斯 11分钟也游不过去啊 大概率就是一吹冲锋号 棒子们撒鸭子就跑 针对这种神奇的现象 李其威是这么猜测的 他说这种令人惊叉的情况 只能归结为是 棒国人心目中对来自天朝大国的军队 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敬畏所致 11分钟就被突破江坊的大棒民国 威武雄壮之时 韩剧里现在都叫太阳的后裔了 感觉南朝鲜人跟太阳是有仇 竟然如此侮辱太阳 太阳表示 我可没有这种SB的后裔